事 这事欲的事 爱好与贪求也 这两个我们把它放下了 没有爱好 没有贪求 一心直知道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要说我们的欲求 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欲求 对收获世界没有欲 没有欲求 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求亲近阿弥陀佛 大臣一章第七句话说 然爱沉浸 明知为欲 那臣是什么呢 四身相畏粗 这是五臣 此五臣 能起人之贪欲 所以又叫做五臣 五臣就是五臣 知读论语 五臣又名五尽 破种种上死 是苦 是尊 勸接众生 勿随 是予 这个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许 这就是修行 真修行 对于言识其句 不要在这个里面 深切贪心 有可以 没有也可以 也不必故意 一切随语言就好 佛常教过 随语言不叛缘 我们也想 吃些什么 穿些什么 这就是叛缘了 跟大众在一起 样样都好 这叫随语 随语 没有烦恼 心是亲近的 叛缘 你有起心动力 你心不得亲近 所以 不要随语 语 且读语之中 盈语之读 最深 故接出家人 手中断咽 这个是 五欲里头 最深的 伤害最大的 会引导 会引导你 剁地狱的 引导你 做啥道 盈望的 这就是隐语 所以 福慈悲 对出家人 头一个是 断语 对再家人的戒律 头一条 是不杀神 这最重的 出家戒律 头一条是不隐语 因为这家人 他还没有发现 处理 六道生死 随语 没有断 那出家呢 你都是为 辽生死 出三戒 辽生死 出三戒 这个障碍 盈语 低 最严重 先要把它 断掉 若能立愈 则可 不犯 诸我 这个意思 无忠于 财神明 是谁 统统 要把它放下 你自然 不会做我了 实乃 深圈 诸我 母族 这把诸我 母族了 讲清楚 讲明白了 下面说 颜色当何 言语 色是 容颜 我们讲的 面色 现在讲表情 你的言语 表情 要相互 还原冠上 讲的 入乎 要避免 粗暴 说话 声音 不能太大 举止 一定要 端详 不能过于 急躁 这些 现在人 不讲究了 没关系 不过于 对 你 要 不过于